在这两周里面我最高的一次血糖记录呢是13.4 血糖测试器装在手臂上啦 都非常地期待知道我自己的血糖一个变化 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周以来 我的饮食和我的一些生活习惯对我血糖的一个影响 哈喽大家好我是Elaine 我是加拿大注册营养师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比较特殊 就是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饮食和我们血糖之间的关系 那在我客户群体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人 不管是认诊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 pre diabetes 饮食对我们的血糖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那在今天这期视频里面呢 我会携带这款freestyle libra的血糖仪去跟踪我的血糖 那目前在加拿大有两款比较常见的血糖跟踪仪 就是这个freestyle libra 还有一款就是dexum 那我今天用的是freestyle libra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血糖状况 好了我都非常的期待 知道我自己的血糖一个变化 那首先说一下 我是没有任何的胰岛素抵抗 或者是糖尿病病式的 我的身体其实也会在一个自动调节的过程里面 当我的饮食里面 摄入糖分比较高的时候 我的身体也会很快的去把我的血糖给降下来 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每个人的血糖反应状况也有可能会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吧 打开之后呢它有两个东西 它里面还有一个酒精 它里面有说明书告诉我们是如何去携带 通常来说这些血糖的监测器呢 它是携带在大臂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先要把这个拧开 这里面呢它是一个sensor pack 那这里有个灰色的线 那这里呢也有一条灰色的线 那把这两个东西对齐 然后往下压 好了那现在就装置成功 所以说这里面那个sensor现在就被装在这里面 然后呢我把这个东西去带到自己的一个手上 其实我有点怕针 好了现在就把我的这个血糖测试器装在手臂上啦 那下一步呢我就要在手机上面去download这个Libra的app 然后让它们两个可以同步起来 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始测试血糖啦 那首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这两周里面血糖总体的趋势 那99%的时间里呢 我的血糖都是在一个稳定的范围 是在4到10这个范围之间 在这两周里面我最高的一次血糖记录呢 是13.4 那再等一会儿我也会给大家分享 我在那一餐里面吃的食物 让我的血糖飙升到如此之高 那在这两周里面我的平均血糖是5.9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在这两周里面总体血糖的一个走势 那我观察到我自己的特点是 我早餐以后我的血糖是特别的稳定 我在午餐跟晚餐的时候呢 血糖稍微有一些波动 但是都是在一个健康和正常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接下来我也会给大家分享 几个我观察到非常有意思的血糖波动的点 来给大家分享 那首先来分享一下 在这两周里面让我血糖升高最快的一餐 那在这一餐里呢 我吃了一杯的小米粥 和吃了两个小的烙饼 一个小橘子 二分之一杯的苹果汁 那我计算了一下 我在这一餐里面吃了大约有100克的碳水量 在这一餐里面我还搭配了一些肉和蔬菜的摄入 那我们知道通常来说 对我们血糖上升有影响的就是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那与此同时呢 饮食里面的蛋白质摄入 还有包括脂肪的摄入 可以起到我们血糖稳定的作用 那在餐后的半小时后 我的血糖达到了最高峰就是13.4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面 我的血糖开始慢慢的往下走 在餐后的一个小时 我的血糖掉回到了一个正常的范围 就是9.8 那在餐后的一个半小时 我的血糖渐渐恢复到了 我平时正常的血糖状况 那在这一餐里呢 我的碳水摄入明显偏高 所以导致了我餐后的血糖快速上升 小米它其实是属于一个全穀物的食物 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食物 那通常来说 小米它的升糖指数是50到60 那由于我在这一餐里面 整体的碳水摄入较高 然后又吃了一些升糖指数比较高的食物 比如说像是水果类的苹果汁 橘子导致我餐后的升糖指数波动比较大一些 所以说总结而言 我们在一餐里面 我们吃的碳水的一个总量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血糖的波动状况 再结合我们在那一餐里面摄入的蛋白质 纤维脂肪等等的一些状况 那我在另外一天的一个下午茶里面 我也想尝试一下 如果我吃一小片的蛋糕 再加一些水果 我的血糖波动状况 蛋糕也是在家里面自己做的抹茶蛋糕 然后旁边吃了五个草莓 那在半个小时之后呢 我的血糖上稍有些波动 波动到了7左右 然后又很快就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况 所以说在我们饮食里面如果想要摄入水果之类的食物 是完全可以的 只是在时间上的一个选择和量上面的一个控制 那我在这里呢 想要给大家分享我另外一顿晚餐 那在这顿晚餐里呢 我的饮食摄入里面有一个全麦的馒头 那旁边还有配有一些鸡肉 还有番茄炒蛋蔬菜等等 那我在这一餐后我的血糖非常的稳定 在餐后两个小时里面 我的最高血糖上升到7.3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餐的血糖稳定性 跟我的午餐相比 相对来说还会更好一些 那我在这里想要分享的呢 这一天我在晚上的时候 也有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那也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 在运动之后呢 对我们血糖稳定性会更加的好一些 运动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 也可以增加葡萄糖的一个消耗 也有研究表明运动的效果 可以持续直运动之后的24到48个小时 运动的过程里面我也有注意到 当我在剧烈运动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的血糖会慢慢的上升一些 那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可能会刺激到一些比如说肾上腺素的释放 导致血糖会短暂的一个升高 那我在这边呢 也在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外面吃饭的经历 那我在这一餐里呢 我吃了一片半的面包 然后还配了一些南瓜粥 一些buttoned squash 那我在餐后呢 吃了两片的苹果 一片的橙子 还有一小块的苹果派 那我在餐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 我的血糖快速的上升 那在餐后的一个小时的时候 我的血糖达到了最高分 就是在9.8左右 然后开始往下掉 那我在这一餐里呢 我估计了一下 那我的一餐的饮食 大概是在70克的碳水量 那我在这一餐里面 其实我的蛋白质摄入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而且没有太多健康的一个蔬菜 和包括纤维的来源 可能这也引起我血糖上升和波动的比较快速 那在这餐的外食之后呢 我的血糖快速上升到了10.2 那在之后呢 我有做了一些运动 那我的血糖在两个小时之后 也慢慢掉回到了正常的范围 是4.7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 外面的饭菜 虽然有些时候觉得非常的好吃 但是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做 做健康和均衡的饮食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 大家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们下一次继续